公宝鸡丁 老百姓为了纪念它 故称此道菜为公宝鸡丁 民族中鸡的海译通鸡 配以花生这种历史果 长生果 更是赋予这道菜儿孙满堂 长寿多福的丰富寓意 菜品流传广泛 色泽棕红 三子亮油 是很多地区 尤其是四川年节餐桌上 几乎必不可少保留菜品 公宝鸡丁也传到西方 就像意大利面之于东方人 公宝鸡丁在西方人眼中 是中国菜的代表 深受他们喜爱 新鲜鸡腐肉放至案板上 用刀背拍松 切成1.5厘米大小 用黄酒2克 盐2克喂入底味 加湿淀粉10克上浆备用 炒锅上火 烧热加油下入花椒 干辣椒小火炸成浅棕红色时 下入鸡丁炒至散开不粘连 下入辣椒面炒出香味和颜色 下入由葱姜蒜炖好的碗芡继续翻炒 芡汁糊化成熟后 下入油酥花生仁 翻拌均匀即可装盘 公宝鸡丁口感酸甜 鲜香细嫩 加上浓稠醇厚的汤汁 成为在全世界流传最为广泛的菜品